老谭这一周国际最大的事件 就是美国宣布撤军之后 塔利班等到一个月又回到了 阿富汗的首都克布尔 然后他的总统带着大笔现金逃难 画面跟新闻其实全球都非常关注 台湾其实也是 尤其国民党还传出一个声音说 今日阿富汗 明日台湾 民进党抨击说这个比喻不伦不类 反而像是1949年的国民党 反正不管怎样 老谭你怎么看国民两党的口水战 蒋介石撤退到台湾 他在1951年 在台北阳明山宣讲军人魂 他说在他下野之前 还有房百涛 邱清泉等人的殉职 可是自从我去年下野之后 在一年之间 我们的国军从长江到南海 从东南到西北一路崩溃 只有杨干财军长在宣承制裁 还有廖定凡师长在上海正晚以外 其实他就没有听到慷慨成人的高级降临 因为蒋介石他也用大失败来形容1949 所以民进党基本上说的是没有错的 至于国民党也是说对的 只是有一些小 一些我们可以再稍微补充的 也就是说人家在说1949 可是国民党且推出的是 1948年殉职的黄百涛 邱清泉当然是在1949年殉职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一位小兵的故事来讲 1949年两位军长的制裁 他们的故事是真的很值得一讲 军人魂的这一段 其实之前的节目已经有提到过了 这两位军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 蒋介石在1949年 延月21日下野他回到老家西口 仍然遥控军阵 他就把长江的江房化为两个战区 从湖北宜参到江西湖口以西 是由白冲洗来负责 带领15个军20万人来防守 湖口至上海的长江环线 还有浙干地区 是由汤恩伯指挥的部队来负责 总共是25个军45万人 此外还有第二海军舰队 还有280多架的飞机 就一起来配合江房 其中守南京的是首都卫数总司令部 另外还有第六兵团 下辖第28第45还有第99军 就防守南京 还有南京以东以西的一些地区 所以简单讲大战要来的 对风雨将至 我们之所以先铺陈这段历史 是因为前两集有提过一位 在太行山打过日本的老兵王伯伯 他在抗战司令以后 在河南滩英与孙滇英一起被俘 之后他就以耳朵不好为一理由 就离开了俘虏营 跟着其他孙滇英被打残的部下 就一起来到了郑州 驻守在当地 1948年10月24日 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河南郑州 就被刘登大军给拿下 使得中沿还有华北的解放区 就全部连成一片 使得解放军之后 为他们打淮海战役 进行了有利的条件 人在郑州的王伯伯 因为他所在的第99军 第26、巴斯被歼灭 所以他又成为俘虏 而且还被问说要不要加入解放军 担任重机枪手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机枪手 这一次王伯伯一样 还是用说我耳朵不好 因为打仗的时候 炮弹把耳膜给震破 所以就谢谢了好意 之后得到了路条 他又重新归剑 回到了第99军第26、巴斯去报道 因为这个时候是由浮缠清军长 来负责重建这支部队 他们这次就要开赴到安徽的半部 编入李延年的第6兵团 投入徐半会战 也就是淮海战役 要去替范围的第12兵团来解围 1948年9月 胡畅军将军的第99军 就开赴了现在属于半部式的故政 后来因为酸堆极战立了失利 99军就退守到安徽的宣城 负责守湾驶到清义一带的疆防任务 而王伯伯那个时候 他也跟着部队一起 在驻扎在安徽的武府这一带 我光听你讲头都快晕了 我只想要四个字 颠沛流离 就跑来跑去 1949年4月20日晚间 解判军发起了渡江战役 第三野战军组成的中线集团 开始展开了渡江 到了21日的早晨 解判军大概就已经有一万多人 渡过了南岸 汤恩伯接到了军情告急的通知 他就下令驻扎在安徽武府的 20军的军长杨干才 迅速的要去堵集突破口 同时也出动了机动的部队去增援 也就是福参清的第99军 21日上午 汤恩伯曾到武府视察 待面许可 杨干才军长身为兵团失令 除了指挥自己的20军 还可以指挥福参清的99军 看看能不能挽回局势 没有想到 解判军也从武府上游的 反正参渡江迅速的对武府形成了包围 99军才抵达宣城 杨干才的20军就在解判军的猛烈攻击之下 就已经弃守了 99军就只好沿着武寒公路 就撤往寒州 有看过当时 国军这种撤退的纪录片 或者电影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那时所有的公路 其实都是挤满的人车 然后这可能是学生杯子出包 然后老弱妇孺 真的是 你可以想见一切的 这种最惨的情况 总之在败退的过程 军队散得更快 99军也不例外 底下的92师和268师全部溃散 只有99师转到了上海 至于那个时候 在坐证在宣城军部的福山清 他看到了大势已去 于是就用手枪 就拿着手枪朝着心战的部位开枪 想要自杀明治 要为党国尽忠 不过子弹射片 他被送到了上海的陆军医院急救 幸运的被救回来 我是没有想到打到胸膛 还可以再救着回来 命真的很大 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尤其是开枪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他其实更悲传的故事 是发生在1950年的3月 等会说 因为还有一样勇敢的故事 是发生在杨干才身上 杨干才他才刚刚被汤恩博 升为福山清的善级长官 他事实上他是在1949年2月 奉命却担任武府这一代的防守任务 4月20日晚间 解放军就从武府上游的防参渡江 对武府形成包围 那我们刚刚提过 根据国经这边的说法 刘伯承的部队在渡江前后 第七军都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 结果没想到在渡江以后 遇到了杨干才的部队 奋勇抵抗 双方三万过半 于是他就派人遭响 说是如果投降的话 依然可以保持方号 各级长官的直显 也依然可以不变 可是杨干才他不为所动 继续抵抗 最后他奉命南侧 抵达武府附近的弯址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靠近宣城 他的身边只剩下少数几人 这时已经赴山的他 看到了突围 没办法已经没有希望了 所以就拔枪自杀 这也就是蒋介石在1951年 在台北阳明山宣讲军人魂的时候说的 自从我去年下野之后 在一年之间 除了杨干才军长在宣城制裁的来由 我是很好奇他 他为什么会对蒋介石这么重心耿耿 因为从蒋介石的那段话来戒毒 当时他是认为大部分的军人 是没有军人魂 他率领了二十军是川军 以当时的国军体系而言 是杂牌军 二十军的首任军长是非常有名的杨申 杨干才是杨申的子孙 毕业于卢州江武团 所以他不是正统的国军 这种黄埔体系出身的 国共内战的时候他也曾经率领二十军转战山东等地 特别是在滕县这个地方 重挫了华野的叶飞陶勇这两个重队 等于说这两位高级将领都选择用这种悲壮的方式 表明自己的不屈服 而且都还是在宣承 另外一个巧合 是的 武府到宣承其实是非常之近 从4月21日解放军渡禅江 短短两三天就已经有两位军长在这个地方拔枪 一死一中三 其实我一直觉得说 福长军他的故事更悲传 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用一起来讲他 总之杨干才拔枪致敬 福长军则是在上海急救 1949年9月 在广州休亚的福长军 他接到了老长官福中南的邀请 就前往四川去接第69军的军长这个职位 后来就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垮台 在大西南作战的福长军 他也就率领69军转进到西刊 然后他后来就被福中南位于重任 带离第五兵团司令官一职 那个时候云南省省主席卢汉是在1949年12月投共 国民政府的辖区 除了台湾 在整个中国大陆 就名义上就只剩下一个西刊省 福长军他就必须要负担 就负起了这个禁聚的重任 他就指挥禅部 但是这个越打越少 到了1950年3月28日 他又遭到了遗嘱的武装武力袭击 结果他就身负重山 可是他还是坚持到了梦获领 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是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战 最后他知道一切奇迹都不可能再发生 所以就举起手枪 对准了太阳蟹 扣动了板击 时间是1950年3月31日 这也是福长青作为军人以来 从太阳山抗战一直到1950年 因为作战失利而第三次的自杀 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 尊重生命 对不过回到节目上 就说每次的玩意老弹都会跟我闲聊 然后他有说过 有时候像这些将领 他们想要了断生命 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 就像胡长青他动了三次念头 这都会有核心的洗手 就像他的手 就像这个人 有时候默库人于是 现在把这些人散开 如果人们是脱离 我的油脱